你想过吗 这场疫情 到底改变了我们什么 从疫情开始的那天起 每个人的安全感 就像是突然之间走丢了 我们穿上铠甲 筑起城墙 我们草木皆兵 逃离人群 慢慢地 一个多月过去了 企业开始复工 由此踏上征程 店铺尝试营业 路口又开始堵车 于是有人高呼着说 我们的生活又回来了 可是 重新按下播放键 生活 真的就会乖乖归位吗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也许你会找到答案 曾经一座南球的早高峰地铁 现在无论何时 你都能找到位置 抬眼望去 看到的不是笑脸 而是一层裸一层的口罩 把最繁华的商业街 从头走到尾 你也遇不到几个人的身影 曾经灯火大弹的写字楼 见证过职场人的百态人生 而如今 疫情大浪淘杀 有人照旧复工为梦想打拼 有人被菜院 被带港 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考验 而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与如常岁月之间 还隔着很远的路 而长大或许就是 你必须一个人 去面对所有生活的刁难 十七年前非典的时候 我上小学 那场人心惶惶的灾难 在我的记忆里 其实与痛苦无关 我只记得 假期延长 课件增多 作业变少 我只记得一个体温计 被卖到几十上百 但我从来不必考虑 钱从哪里来 那时候在我和灾难面前 隔着父母 隔着未曾长大的责任 大人世界里的心酸 痛痛都与我无关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 复工的那天 我加班到十一点多 才回家 远远看见 小区门口测量体温的人员 我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 也是她 隔着口罩提醒我说 姑娘 注意安全 那一刻我再次相信了 所有岁月静好的日子背后 都有一个个 替你负重的身影存在 在每一个城市里 那些风雨无阻的快递和外卖 那些始终平价供应的瓜果蔬菜 还有每一个 为爱听声而出的 普通而平凡的人 他们都是这场疫情里 最温柔的存在 就像 每个人都要经历成长跟蛻变 如果这场疫情 也是你我必须经过的考验 希望我们能像十七年前一样 即使在最晦暗的日子里 也能野蛮生长 不舍爱跟希望 相信用不了多久 早餐铺子 会重新升起腾腾热气 小吃街上 会再次堆满笑声 地铁会恢复拥挤 街道会重归热闹 人们 会再次亲密拥抱 兵荒马乱的心 终将被下一个春天之遇 这一切 也许它会来得有点慢 但我知道 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火锅 奶茶 热干面 亲吻 拥抱 微笑的脸 他们 一个都不会缺席 相信经过一整个 漫长冬天的等待跟努力 我们都会与美好 转个满怀 即使 岁月漫长 好在来日 永远值得期待 嗨 陌生人 你还好吗 祝你 平安健康 愿你的世界里 总是洒满阳光 太美了 我是月曦 我在北京 祝你一切都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